狮身人面像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是谁因核而建造? 它的鼻子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吉萨位于开罗市郊 拥有举世闻名的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 这绝对是一个让你又爱 但搞不好就会又恨的地方 我和老婆从开罗大清早打车过去 由于事先看了很多游客被骗的帖子 找了个感觉相对靠谱的第一哥 说好了不拉到金字塔就不付车钱 结果不大一会儿 这哥们三绕两绕的从大路转小径 最终将我们放到了一个村子里面的路边 说金字塔到了 我去看着周围破旧脏乱的环境 哪里像是有半点金字塔的影子 但这哥们信誓旦旦的说 往前走一会儿就能到 但是如果他再往前开 就会被缴费晕晕 我们确实没法确定 这哥们说的是真是假 但本着对人与人之间 最基本的信任的一点点残念 还是付了钱下了车 按着他指的方向走去 不知为何村子里的很多村民 无所事事的站在家门口 像见到两个外星人一样 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俩看 让老婆很紧张 将我的衣袖抓得紧紧的 我则故作镇定 用大脑指挥着双腿 尽量稳定的往前迈进 终于在一个路口一转身 看到了一个简陋的铁栅栏门后面 竟然真的是金字塔和尸身人面相 哇当时那个感觉 真是无法用语言所形容 你之前无数次在书上 电视上看到的景象 此刻就这样猝不及防的 静静的处立在你的面前 顷刻间犹如触电一般 人整个身体都麻了 眼前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一针又一换 让人呼吸加快 无法平静 尸身人面相长约73米 宽约19米 高约20米 由于全身没有一个名文 历史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建造记载 因此人们对于它 何时建造 为何建造 鼻子是如何消失的 等等问题 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很多埃及学家认为 这座雕像是公元前2500年 由卡夫拉国王建造 距今已有4500多年 当然这一观点 也存在很多争议 由于这座雕像 与古希腊传说中的斯芬克斯 同样具有狮子的身体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 就以斯芬克斯这个名字称呼它 然而那时距离 这座雕像的可能建造时间 实际上已经过去了2000年之久 对于那些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人而言 石神人面相 也是数千年前的文物古迹了 石神人面相的两爪之间 有一块残存的寂寞碑 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 由法朗普坦默斯四世立的 上面记载了 还是王子身份时的图坦默斯 有次在狩猎途中困倦了 就坐在当时已经被沙子埋到 肩膀处的石神人面相旁休息 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结果梦见石神人面相 像他托梦 说沙图已经覆盖了我 请救救我 倘若你能去掉我身上的沙子 我将让你成为埃及的王 王子醒来后 便让士兵日夜不停的挖掘 清理掉了覆盖在石神人面相上的沙子 结果图坦默斯后来 果然当上了法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